孩子的未來家長當然關心 同樣要關心的是 總統蔡英文去年底不是宣布 從明年也就是一百一十三年開始 義務役要從四個月延長為一年嗎 現在配套措施也曝光了 如果您是在念大學 或是大專的役男要去服役的話 那麼教育部有針對就學的役男 彈性修業來包括放寬一些規定 包括每學期最高的學分數會放寬 還有屬修的申請條件也會放寬 另外也會媒合大家屬期跨校選課 也會放寬跨校選課的學分上限 首批適用於九月份 今年九月份開學的大一新生 而另外學生如果要申請 這個彈性修業的措施 那麼你就學期間會支出一些 像是學雜費及學分費 如果這些費用超過原定 你修業期間應該要繳交的額度 這部分的差額將會由教育部來補助學生 所以不用擔心 那麼只要有學生選擇專案服役 教育部就會補助 公立學校一個人有六萬塊 私立學校一個人有十二萬塊 那麼如果學生在服役休學期間 不會計入休業年限 超修的學分也不會再收學分費 不過教育部有強調 我剛剛講的這些都必須基於尊重學生的選擇為前提 不能強迫學生在就學期間來服役 那麼這個方案也只是初步擬定 之後會再請學校及學生團體協助檢視 後續將正式公告